我們現在進來一個小區裡 這個是算他們 算是當地人的那種住宅區吧 這應該比較少遊客會來 這裡 那個當地人帶路 兩位當地人帶路 我們應該不太敢走進來了 這邊都在打麻將 成都人好像都很愛打麻將 中國人都挺愛打 這裡公園好多啊 我在重慶也看到他們聚眾賭博 手上拿了好多人民幣 然後四個人在打牌 然後邊上圍了兩圈了 真的 重慶、成都兩個地方 應該算蠻近吧 蠻近的 所以那個文化蠻像的 我都吃了一個多好吃啊 嗯 不過重慶也蠻特別的 重慶不是吃更辣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更辣 對 重慶火鍋更辣 我們可能在那邊沒辦法生存 那倒不會 那也有別的東西吃 我一個人在那邊也沒法天天吃火鍋 哇這裡真的 真的好 好當地啊 這是非常當地人的地方 對啊 沒有人在那裡 對 我們這 家店有什麼名堂 超守 超守有名 超守有名 超守有很多人差不多 我記得走這邊好像就是他窗戶開在這邊的 然後前面是他的小區 不是有一個地方從窗戶進去 對對對 窗戶應該是 我們一定要爬窗戶進去 哈哈 可以 你看一看 他不是也是要排隊的嗎 現在應該還 現在應該還好 他11點應該開始營業 我發現你們成都人都不太會提早來 比較悠閒 對就是都要吃飯時間再來排 就不會說提醒 我們台灣啊 只要是有名的店 早上還沒開店就開始排了 就先排了 先排著 然後就剛好就可以吃到 對沒錯 這裡你可以拍一下 這裡 這裡就是那個開在民宅裡面的超守 現在要乾海嬌潮守 那我們是直接走進去嗎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就在成都回不去 好 你們先走吧 我們現在是在爬窗戶進去的概念 哈哈 因為這邊民宅嘛 他們的那個門有點小 所以他們在後面的窗戶又開了一道 算架了一個樓梯 然後直接走窗戶進來 哇 聲音真好 哇哇哇 然後再 太有趣了 所以我們真的是爬窗戶進來 先過一下 好 然後我們就進來了 這家餐廳 然後找位置坐 找位置坐 生意真的超好 然後這是廚房 直接從廚房後門進來 可以先坐 先坐 拿 拿 這裡嗎 快坐快坐 先坐越後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走到正門來 這 哇哇排隊啊 所以這是正門正門 正門比較 比較 比較多人 三單元 那 那我要點什麼呢 你看這 我覺得 可以選一個乾拌的操手 就是辣的 我上次來有吃松茸 好像松茸這邊比較 特色 十個啊 那麼多啊 呵呵 松茸盾機還可以 三半操手 啊 我吃個松茸好了 松茸盾機 嗯 那先附著吧 是不是7S的金魚龍龍龍 他都來幫我 今天試個好車子 點喔 你這一個松茸盾機 你沒有點什麼嗎 嗯 如果你還要點的話 可能乾拌的還有手 好 那一個乾拌的 我先這樣子吧 就直接去找尾子 7千4個好多個 所以看到3、4把 老婆 3、4把 我們還要讓他們出來動 但先他們已經 沒有好熱呀 但等下才有位子 應該有的 7千4把 你們再等起來都會 你進去看一下吧 好 還沒給錢啊 哈哈 我笑